各位朋友大家好,前些天就有朋友問我說 為什麼不講一講徐州八孩事件,難道是冷血嗎? 不是的,對這個事件我也是非常的痛心 也是很難受的,也是非常想講的 但是考慮到那個時候自媒體 還有各個社交平台的網友探討的比較多 形成的聲勢還比較大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想我乾脆來充當一個第二梯隊算了 這件事情一時半會兒是解決不了的 大家不要指望說是網友一施壓,中共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他們是絕對不會這麼輕易的就把這個問題解決的 所以說要不斷的給他施壓,因此民間人士、自媒體、網友 大家一定要形成梯隊一波一波的施壓 把這個事件的熱度一定要持續下去 現在網絡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很快地形成一個輿論的聲勢 但是它也有不好,短時間之內可能有一件事情 很快就形成一個熱點了,但是熱點過去的也快 升得快,降得也快,一旦這個熱度降下去了 那麼今後中共當地的政府,中共各級的政府 它可能就把這件事情又給糊弄過去了 過去這種勢力非常的多 這次我是希望大家不斷地接力 不斷地形成一波一波的這個輿論的聲勢 現在就來充當第二波的接力所當中的其中的一員 現在事件又有了新的進展了,徐州市委市政府加上封縣 市委市政府封縣就是那個事發地點所屬的那個縣 他們組成的一個聯合調查小組 在昨天發布了一個公告 這個正式的公告就是說徐州八海母親的身份已經確定了 名字叫小花梅,原來的戶籍是在雲南省福貢縣亞谷村 是那個村的村民,他以前是結過一次婚 後來因為精神有問題就離婚了 離婚之後他們同村的有一個桑某某 就說要帶他到江蘇去治病 同時也要幫他找一個婆家 那個桑某某也是已經嫁到江蘇的 他們一個同村的人士 但是當他把小花梅帶到這個江蘇之後 就在車站裡面就走私了,丟私了 再也找不到他了,但是這個桑某某既沒有去報案 沒有向當地的公安局報案,也沒有通知他在雲南的家人 這件事情就這麼過去了20多年 這是這個聯合調查小組所得出的一個結論 他說這個聯合調查小組已經到了雲南 這個福貢縣他的這個老家裡面去調查了 去做了對比了,已經確認了徐州八孩母親的身份了 那這份公告很明顯的就把第一份公告 就是由封縣縣委宣傳部所發的那份公告 就徹底的給否決了,那份公告是說 這個徐州八孩的母親就是本地的,是鄰近村莊的一個婦女 他們這個結婚和這個董姓男子結婚 這是合法的結婚,不存在人口拐帶的問題 但是這份公告雖然沒有確認說是有人口拐帶的問題 拐賣的問題,但是他絕對不是本地的人 所以把前面的一個人打臉了 也就是說封縣縣委宣傳部第一次是說謊了 那麼從這份公告的內容我仔細地研究了一下 這份公告他也沒有說實話,他也是在說謊 也是假的,他所聲稱的那些內容也是假的 那為什麼我這麼確定第三份公告也是在說假話呢? 首先他們關於這個雲南八孩母親的身份 他們是說了假話了,他們說他是來自於雲南福貢縣亞古村 他的名字叫做小花梅,這個是絕對不可能的 雲南的這個福貢縣亞古村那是一個利數族聚居的地方 利數族的人是不可能取小花梅這樣的名字的 利數族一共只有幾十萬人,他們以前是隸屬於18個比較大的部落 這些部落因為受到這個漢族和其他民族的這種壓迫 受到他們的這個驅趕都跑到橫斷山脈裡面 就是陸江河谷裡面的那些窮山惡水的地方 他們到了那個地方之後分成了18個部落 以前這個部落這些老百姓他們都是不需要取姓氏的 只有名字,但是後來受到漢族人的壓迫,受到漢族人統治之後 最後漢族人為了統治方面,方便就讓他們取一個姓氏 最後就有了姓氏了,但是那些姓氏 所有的姓氏全部的都跟這18個部落的圖騰有關係 所以他們用這個部落的圖騰作為自己的部落的名稱 同時也作為自己的姓,所以嚴格起來說只有18個姓 這18個姓翻譯成中文之後就演變出來比較多的姓氏 但是其中就沒有小這個姓氏 有什麼熊啊,有什麼虎啊,有菜啊,有馬啊 但是就是沒有小 所以小花梅這個名字不可能是屬於利宿族的 那也就是說這個人要不就是從其他地方過去的 要不就是從這個地方過去,但是並不叫小花梅這個人 所以在他的原居住地和他的姓名之間,這兩者之間 徐州的這第三份公告就說了假話了 那這裡還要補充一點,就是這個小花梅也不可能 是這個徐州八孩母親的小名 因為這個利宿族他們還有一個規矩 就是小孩子生下來之後娶了小名了,只有父母知道 不會告訴任何其他的人是高度保密的,這是家庭的機密 因為他們有一種迷信,說是這個小名 一旦是讓別人的外人知道了 這個鬼就有可能叫他這個小名 就可以把他的這個魂魄給射過去 所以這是非常保密的,因此他也不會寫到他的戶籍本當中 也不會成為他的正式名稱,其他的隔壁鄰居都不會知道 所以這個小花梅這個名字也不可能是小名 另外這個第三份公報裡面還有好幾處不合情理的地方 比如說他說這個桑某某把小花梅帶到江蘇之後 小花梅走丟了,但是桑某某既沒有向江蘇的警方報案 也沒有通知這個小花梅在雲南的家人 大家設想一下,桑某某如果他是一個正常的人 一個從事正常工作的人,他會這麼做嘛 另外一個不合情理的地方就是這份公報說 小花梅的父母雙亡,因此家裡面沒有人了 也就是說現在這件事情史無對證了 但是大家知道利數族他們的家庭實際上成員是很多的 他不僅僅有父母,他還有蘇柏啊,還有兄弟姐妹啊 還有其他的一些親戚,那一個村子裡面他有很多的親戚 那些人跟他有這麼近的這種血緣關係、親戚關係 難道他們對這個小花梅就完全的不管不顧了嗎? 完全的就沒有人願意到江蘇來看望一下這個小花梅 來把他解救回去嗎?這個是不可能的嘛 總之,這個徐州市委、市政府和他們的下屬 封縣市委、市政府都是一樣的,都是在說謊,都是想隱瞞 都是想掩蓋真相,只不過是他們掩蓋的方式不一樣 說謊的內容不一樣而已,說謊的本質還是一樣的 他們就是想把這個事件應付一下 等到過去一段時間之後,網民的熱情消退了之後 他們就可以大事話小,小事話聊 又跟以前一樣,順利的過關了 過去的網絡事件大多數是以這樣的形式收場的 看看這一次我們通過大家的努力能不能夠改變這種現狀 所以希望大家在這件事情上面一起堅持下去 不搞個水落石出,絕不罷休 經常要在網上面提起這件事情 要經常說,讓這個熱度維持的時間越長越好 一定要搞個水落石出 另外呢,關於徐州罷海事件 我覺得還有幾個地方值得大家關注的 第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就是這個董某明 也就是徐州罷海的這個父親,他的態度 起初的時候他向當地的那些網紅介紹 他這個老婆是怎麼來的時候 他就說他的父親到集市上面去撿了一個 有精神病的這麼一個女人 然後他就跟這個人結婚了 然後就連著生了這麼多的小孩 這個董某明在介紹這件事情的時候是洋洋得意的 他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他說的即使是真話的話 他也是在做一件違法的事情 精神病人他是沒有獨立的行為能力 沒有辦法跟別人結婚的 如果是結婚的話,你這就是違法了 如果是有強迫行為的話,這就是強姦了 而這個董某明完全沒有這個違法的意思 另外當那個網紅提出來要去採訪巴海母親的時候 這個董某明他是沒有刻意的阻攔的 那也就是說他冥冥之鬥 這個巴海母親是被他用鐵鏈子鎖在脖子上面的 關在一個土坯房裡面的,一個骯髒破敗的土坯房裡面的 遇含的衣物也不足夠,食物的質量也非常的惡劣 他實際上是在囚禁巴海母親,實際上是在掠帶巴海母親 他實際上是已經違反了現代社會的道德和法律準則的 但是他自己完全沒有意識到,所以才讓這個網紅 這麼進去去拍他,才讓這個網紅把這樣的視頻公佈在網路上面 這就說明他的觀念跟我們現代人完全不一樣 他的觀念還停留在奴隸制時代,他覺得這是他的女人 他就可以把他囚禁起來,他就可以示意的虐待她 他覺得沒有問題,不僅僅他覺得沒有問題 他的那些村民也覺得沒有問題,村裡面的幹部也覺得沒有問題 村裡面的那些民警也覺得沒有問題 那也就是說整個村子的人,他們的這個意識水平 他們的觀念還停留在奴隸制時代 而且在中國大家要知道,不僅僅是他所在的那個村莊 不僅僅是封縣,不僅僅是徐州 在中國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存在著類似的事件 也就是說中國有很多的地區,很多的人 他們的這個觀念是奴隸社會的觀念 他們的行為是奴隸社會的行為 他們就形成了一個奴隸社會,而這個奴隸社會還不小 在中國很多很多的農村地區都是有這種奴隸社會的 抓到女人他們可以把他們當作是奴隸 當作是性奴,當作是生育工具 抓到的男人他們把她投入黑煤窯、黑鑽窯 讓他們去下苦力 這種事件在中國已經被曝光了很多次了 但是無論曝光多少次,這都只是冰山的一角 實際上那些當奴隸的人比實際上在中國的媒體上面 公佈出來的要多得多,要多得多 另外中國還存在著一個龐大的農奴制的社會 就像中世紀的那個農奴社會一樣 你一旦是出生在農村的這個農民家庭了 那麼你的戶口就是農村的戶口,你要想從農村搬遷到城市 要想取得城市的合法城市居民的身份,南上加南 出路,微乎其微,過去最大的一個出路 就算是通過考大學,然後擺脫農村的這個身份 但是實際上真正的能夠領域農門的少之又少 我上大學的時候,班上有44個同學 我就發現沒有一個是真正的來自農村的農民家庭的 沒有一個人他的父母是在鄉下種田的 即使是有兩個同學是從農村出來的 但是他的父母實際上也是公務員 是中共在農村的這個官員,真正的農民 他是很難上到大學的,更不可能上到比較好的大學 這就是中國農村的一個現狀,幾億農民 過去有七八億的農民 他們實際上他們的子女是根本很少有機會 擺脫他們的這個農民身份的 哪怕你是到城市裡面打工,打了幾十年的工 人家也是叫你農民工,你在城市裡面 只能拿到一個贊助證 你是在這裡暫時的出賣一下勞動力 但是你根本的身份就是一個農民 農民是什麼呢?就是要受到嚴重的剝削的 中共過去搞了這個剪刀叉,壓低農村產品的這個價格 那就是標準的農奴制度 很多很多的這個城市的崗位是絕對不招農民的 尤其是政府的崗位,公務員招標 他一定需要城市戶口,把一大批人,幾億人 就當成是農奴了,存在一個農奴社會 另外中國還有一個原始資本主義社會 鄧小平自從改革開放之後 他就接受了很多資本主義的做法 但是他只接受原始資本主義的做法 現代資本主義的,講究人權法治的那些做法 他是沒有接受的,他接受的是 通過赤裸裸的壓榨和剝削來積累資本的那種資本主義 也就是他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所批判的那種資本主義 他全部照搬過來了,在中國形成了一個 龐大的原始資本主義的社會 剝削相當的殘酷,相當的無情 那在這三個社會之上 形成了兩個跟這三個社會有一點點脫節的 有一點點現代性的這種階級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城市中產階級 不可否認自從改革開放之後 城市有一批人是富起來了 他們也接受了新的觀念,也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 這些人就是城市中產階級 這些人他們是生活在一個現代社會裡面 物質生活條件也比較好,觀念也跟世界上 很多的這些發達國家、工業化國家 跟他們是可以完全接軌的,他們也可以探討哲學 欣賞藝術,也知道人權和民主的觀念 雖然大多數人並不是那麼積極地去践行這些觀念 但是他們是知道的,這些人生活在現代社會裡面 所以中國是奴隸制社會、農奴制社會 這個原始資本主義社會和現代社會的 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綜合體 各種社會並行的這麼一個大雜彙 這是現代世界很少有的一種現象 你比如說有些非洲國家它確實是貧窮落後 確實是處於人類歷史早期的某一個階段的那種社會形態 但是它沒有先進的那一部分,它落後,就是純然的落後 你再像歐美或者是日本、韓國、台灣這些國家 它先進,那就是純然的先進,它不存在奴隸制度 也不存在農奴制度,也不存在原始資本主義的那種制度 最多最多在有一些國家還有一點原始資本主義的尾巴 它有一點點這種殘存,僅此而已 但是中國就不一樣了,有一句俗話說 中國的農村就像非洲,中國的大城市就像歐美 這就是表明了,這就是說明了中國的這種社會的怪現狀 更怪的一個現狀就是,你如果是讓一個人 從奴隸制社會,從這個農奴社會要把它提升到 讓它推進到這個現代化的社會變成北上廣的中產階級 那是南上加南,那個中間有難以逾越的鴻溝 但是如果是讓北上廣的中產階級或者是其他中小城市的 這些還處在原始資本主義階段的這些人 讓他們,讓這些社會的成員,讓他們打回到奴隸制時代 打回到農奴時代,那是非常的容易 只需要一個人販子在他背後來一劑蒙棍 或者是給他餵一顆小藥丸,把他給迷暈了 很快就可以把他帶到奴隸制社會,把他帶到農奴制社會 那為什麼中國會出現這種怪現狀 這種各種社會結構並存的怪現狀呢? 就是因為在這些社會結構之上存在著一個統治階層 這個統治階層他希望得到各種社會結構 社會形態的好處,他們希望得到奴隸制好處 就是希望有大量的奴隸供他們使喚 他們希望有農奴制的好處 希望把農民幾億農民固定在土地上面,隨時聽他們使喚 當然他們也希望要得到原始資本主義的好處 他們希望賺快錢、賺大錢 他們希望有源源不絕的廉價的勞動力 能夠供他們隨時的剝削壓榨 同時他們也希望得到現代化社會的好處 他們希望做一個現代化社會的樣板給全世界看 告訴全世界我們就是最先進的 所以他們的高樓大廈要更加的宏偉 他們的街道要更加的寬闊 他們有各種各樣奢侈性的消費 這就是現代化社會給帶給他們的好處 同時還有一個理由就是他們是吸取了 人類歷史上各個階段的統治術的精華 他們把各種統治術最邪惡的那一部分 全部都吸收到了 只有這些社會形態同時存在 他的這些統治術才能夠派得上用場 全部派得上用場他的這個政權 也就才能夠長久的維持下去 說到底我們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政權在 所以有這個政權在努力制度 拐賣人口的問題絕對不可能消滅 他就一定要掩蓋封線掩蓋不了 就由徐州市來掩蓋 徐州市掩蓋不了最後就要由江蘇省 甚至是由中共中央來掩蓋 這件事情他們一定會掩蓋下去 我們對此不要抱任何任何的幻想 我們能做的就是不斷地揭發他們 在他們掩蓋的同時我們不斷地揭露他們 揭露的越多揭露的越深刻 就讓中國的這些已經進入現代化的這一批人 讓他們能夠意識到這個政權必須得推翻 由這些人完全意識過來了 那麼這個政權就不可能長久的持續下去了 因為中國畢竟最有力量的還就是這一批人了 好,那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感謝各位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